以色列停火前精準打擊 哈瑪斯太子呼籲消滅哈瑪斯 數百德國警察突襲哈瑪斯支持者在德國的資產 中國新能源車不妙外資易動 俄國在阿夫迪夫卡附近損失80%裝備 西班牙公司開發AI機器人網紅引爭議 大家好 首先很感謝大家的支持 今天是香港時間11月24日星期五 歡迎收看希望之星國際要聞 我是林欣 看看大家我們的節目除了在YouTube播出之外 還會在《軍陣世界》這個新平台播出 網址在影片下方這個地方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23日以色列國防軍趕在停火最後期限前 加強了對加沙全境哈瑪斯的攻擊 極端分子窩藏的近東救濟工程處 印尼醫院等地出現猛烈交火 最新消息指出 以色列軍方擊斃了暴露的哈瑪斯海軍指揮官阿布·賈拉拉 停火談判進行之際哈瑪斯聯合創辦人之旨 呼籲徹底清除哈瑪斯 不為極端恐怖分子留有空間 相聽報導 以色列國防軍發言人哈加里少將說 在臨時停火期間 以色列國防軍部隊將堅守在加沙走廊境內的陣地 控制加薩北部是長期戰爭的第一階段 以軍正作為接下來的戰爭階段做準備 之前 以色列表示 針對哈瑪斯的任務行動遠遠未有結束 當日在賈巴利亞第401類的士兵 在一名哈瑪斯高級成員子女的床底下 發現窩藏的武器 當地有四個深滑的重要隧道 這些隧道已連接到電網 軍方證實他們被哈瑪斯使用 在停火前的緊速空襲中 海軍指揮官阿布·賈拉拉 受到以色列國防軍的精準打擊喪生 軍方聲明指出 這次空襲是根據辛貝特安全機構 軍事情報局和海軍提供的情報資訊進行的 公開資料顯示 賈拉拉是哈瑪斯海軍的高級特工 曾經參與指揮了多次海上恐怖攻擊 但都被以色列挫敗 以色列23日強調 當局肯定點清除哈瑪斯高級軍事人員方面 取得了一些成功 以色列的評估顯示 哈瑪斯的全部軍事部門 由24個營組成 其中10個營自從7月10日以來 受到以色列打擊的嚴重傷害 加沙北部的一些營失去了4名以上指揮官 這樣意味著失去了一半以上的高級指揮人員 以色列官員補充說 在戰爭中更換指揮官是不可能的 定點清除導致哈瑪斯軍事領導層更難下達反擊命令 因為越來越沒有人能夠直接接受指示行動 目前的局勢下 加沙北部的戰線仍然衝突四起 美國媒體引述消息說 美國總統拜登要求以色列採取措施 在四天停火期間令北部戰線變得平靜 而萊塔利亞胡並未就此做出承諾 對此以色列方面沒有做出回應 在停火消息傳出的時候 外界注意到 伊朗、哈瑪斯、黎巴嫩和伊拉克等國 其他某些組織成員22日在貝魯特舉行會議 討論後續發展 在喀塔利的協調下 第一天有13名人士獲釋 全部是婦女和兒童 來自同一個家庭的人士 將被放在同一批次中 對此以色列已提前通知將被釋放的人士加數 作為交換 以色列將按照釋放39名巴勒斯坦婦女和未成年囚犯 美國總統拜登向記者表示 他祈禱一名在加沙被扣為人士的美國三歲女孩 成為獲釋的人之一 這名女孩在10月7日的哈瑪斯入侵事件中 父母傷亡,自己被綁架成為人士 美國將在確認人士離開加沙之後 聯繫獲釋人士的家屬 23日,以色列總理萊塔利亞胡 肯和英國外交大臣卡梅倫會面時強調 以色列自力於將所有的人士帶出加沙 他說,我們希望救出人士,這並非沒有挑戰 但是我們必須這樣做 我們希望能夠完成第一筆協議 然後我們自力於令所有人撤離 萊塔利亞胡補充說 以色列將繼續與哈瑪斯作戰 直到我們為加沙和以色列帶來不同的未來 在國際領域,哈瑪斯的長期反對者 哈瑪斯聯合創辦人哈桑約瑟夫之子摩薩 這個星期在聯合國發布長達半小時熱情陽日的演講 呼籲世界必須團結起來,將哈瑪斯消滅 摩薩表示,哈瑪斯的真正面目是一個邪教 而且哈瑪斯正在試圖妖魔化以色列 他們用自己的人民作為盾牌 令以色列受到指責 這些都是他們計劃中的事情 他警告,如果哈瑪斯沒有被擊敗 沒有響加沙被跟隨 那就相當於為世界各地的極端組織提供了空間 在德國正式禁止支持哈瑪斯 激進組織的任何活動後 23日上午,數百名警察搜查了哈瑪斯成員和支持者 在德國柏林乃至全國各地的財產 陳提報道 德國內政部在聲明中表示 特集主要在柏林進行 旨在執行禁令 並且進一步調查這些與哈瑪斯有關的組織 此舉是為了壓制與反猶太主義有關的團體 並且防止哈瑪斯在德國煽動作聯 德國國內情報部門估計 哈瑪斯在該國約有450名成員 他們的活動範圍從策劃同情 和支持哈瑪斯的宣傳活動 導致著和籌款以加強海外組織的行為 在11月2日 德國政府實施了針對哈瑪斯的全國禁令 導致哈瑪斯在德國的活動全面非法 政府解散了親哈瑪斯組織薩米頓 該組織肯帕林慶祝哈瑪斯10月7日 襲擊以色列的行為 德國內政部長費施表示 我們將繼續對激進伊斯蘭分子採取一貫行動 通過肯德國禁止哈瑪斯和薩米頓 我們發出了一個明確的信號 即是德國不會容忍任何針對哈瑪斯野蠻恐怖活動的美化 美聯社說,23日在全國範圍內 500名警察搜索了16個哈瑪斯支持者的家和集會地點 並扣押了證據和資產 僅在帕林就有300多名警察在11個地點進行搜查 這個星期較早的時候 德國巴弗利亞有17個人的住址被搜查 而且在16日,德國警察突襲全國54個地點 對一家總部位於漢堡的組織進行調查 該組織涉嫌宣揚伊朗領導人的意識形態 並且可能支持德國真主黨的活動 費施提到,德國哈瑪斯的成員和支持者 致力於影響國家的政治和社會論述 德國政府會令反猶太主義者 和激進伊斯蘭勢力無法響德國安全蠟燭 中國的新能源車表面上看似發展迅速 實際暗潮洶湧 已經有許多車企倒閉 一位東風汽車獨立董事 日前在換屆選舉投了棄權票 因來監管關注 同時克萊斯勒姆公司也大量回購股票 請聽報導 路透社報導 克萊斯勒姆公司Stelantis 11月22日以約10億2千美元的價格 從東方汽車回購了5千萬股普通股 和東方汽車在中國成立合資企業的該企業表示 計劃在2023年底完成註銷這些股份 和東方的交易不會影響這個15億歐元的公開市場回購計劃 同時 東方汽車在20日召開的董事會換屆選舉的議案 和2023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的議案時後 一名任職3年的獨立董事秦志華 對這次董事會議案投出棄權票 引來監管機關上海證券交易所的關注 政府監管機關向東風汽車下法工作銜 涉及對象為公司和董事 公告稱 秦志華給出的棄權理由為 第六屆董事會工作未做總結 所提出的多次建議缺乏有效反規和落實 和董事會秘書還有主要高管的溝通不暢 對公司情況了解不夠 同時 秦志華表示 鑑於上述原因 而且本人已年近70 已經辭去獨立董事職位 辭職報告已在2023年11月2日提交董事會 據東風汽車之前發布的 獨立董事2022年度述職報告 秦志華為博士、教授、博士生、導師 2020年9月至今 擔任東風汽車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 2020年6月中共國印度在邊境發生衝突 東風汽車製造的高機動型軍用越野車東風猛時 因為受到印度軍輕鬆激難、士兵被摘傷 因此爆出弊案 東風汽車被披露 根據烏克蘭的說法 22日俄軍部隊 試圖使用數支配備裝甲車的車隊 向阿夫迪夫卡附近推進 但在烏克蘭軍隊的阻擊下 損失了80%的裝備 請聽報導 烏克蘭塔夫里亞前線國防軍聯合新聞中心發言人 斯特潘聲明說 在阿夫迪夫卡附近 俄國入侵者加強了航空兵的使用 俄軍試圖和幾個配備十幾架裝甲車的機械化車隊 一起推進 但他們損失了幾乎80%的車輛 雖然俄軍大幅增加了進攻行動的數量 進攻次數達到原先的125-130 但這些嘗試都沒有成功 由於嚴重的最新慘敗 俄國方面不得不處理逃兵問題 在襲擊失敗之際 幾十名俄軍選擇向烏克蘭投降 斯特潘警告說 儘管受到重大損失 入侵者並沒有放棄包圍阿夫迪伊夫卡的企圖 較早時候 英國國防情報部門預測 俄國的目的可能是決定襲擊這個地區的關鍵招牌 和化工廠設施 但烏克蘭的反擊會令他們受到重大損失 烏克蘭武裝部隊總參謀部臉書消息指出 直至22日晚間 俄軍在幾條前線發動的攻擊 都受到幾副方面軍隊的擊退 在澤波羅爾前線 俄軍曾經四次試圖奪回羅布坦定居點附近的失地 但都沒有成功 而且烏克蘭軍隊穩固佔領了第列百河阻岸 並且以這個為據點 繼續向敵軍發起攻擊 在戰局膠著的情況下 俄國總統普京指示克里姆林宮 在國內散佈反對以色列、親近哈馬斯的輿論 試圖證明西方譴責俄國入侵烏克蘭的所謂虛偽指控 俄國還大量散佈消息 向國民表示,以赫戰爭將導致烏克蘭從美國方面獲得的援助減少 美國國防部表示 烏克蘭武裝部隊一直有後運用美國提供的軍事裝備對抗俄軍 五角大流秘書新格這星期表示 烏克蘭高度利用海馬斯高機動炮火箭系統 和有巨大作用的防空系統對抗俄軍 因此,歐美的援助正在烏克蘭的戰場上取得有效進展 21日,CNN引述報導說 自從以色列對哈馬斯發動反擊後 美國對烏克蘭供應的重要彈藥減少了30%以上 對此,五角大流進行了駁斥,說這種說法不真實 彭博社21日報導,歐盟提出一項計劃 只在加強歐盟成員國向烏克蘭的安全承諾 據報導,提案包括長期軍事援助、烏克蘭軍隊的訓練、 網路和混合威脅應對,推動加入歐盟進程 排雷援助、能源轉型和核安全工作援助 以及情報和衛星圖像的共享等條款項目 歐盟外交事務代表博雷利在11月份強調 烏克蘭是歐盟的首要任務,歐盟不會放棄對烏克蘭的承諾 一個西班牙公司使用人工技術 製造了高度仿真的人工智能機器網紅 並在IG等社交網絡上傳視頻照片,獲得大量關注 同時引發了一些擔憂 歐洲新聞率先報導,網紅經紀公司The Coolis 親手設計了西班牙的一個女性人工智能模型 她的身份是來自巴塞隆立的25歲女性艾塔娜 這家公司說,之所以開發AI網紅 是因為他們發現現實生活中的無特業 和網紅僱員太不可靠,難以合作 企業創作者克魯茲聲稱 創造這個女性機械人是為了個想更好的生活 而不是依賴那些自負、狂熱 或者只是想透過擺姿勢賺很多錢的人 而且他們的開支很大 目前艾塔娜在IG上擁有超過12萬名粉絲 她的個人資料顯示她是數位創作者 而她製造的利潤很豐厚 目前這個機械人每個月從參加的廣告 以及運動品牌代言中獲得3000歐元至1萬歐元 為艾塔娜創造個性和生活的投資 也相當令人信服 克魯茲聲稱 一位匿名著名拉丁演員 甚至打電話給該機構邀請她約會 一些人士擔憂 AI模型變得越來越難以和人類區分開來 隨著艾塔娜這樣的案例越來越多 社會上會體現出新興技術的核心爭論 包括道德、勞動力和人類控制她的能力 23歲的網紅馬喬里在接受商業內幕採訪時表示 她曾經試圖創造了一個AI版本的虛擬形象 讓她運作、營利 不過這個機械人似乎變得失控 以她的形象發布她本人絕對不想發布的言論 這樣很嚇人 同時使用AI造成的對人類正常交際生活的疏遠 同樣在變異化更多的社會人際接觸 一些人士擔憂AI的大幅度使用 會導致普通民眾喪失工作崗位 或者失去正常和他人交際的機會 也未能調節兵之下 資訊天空洞 質疑人